高潮是许多姐妹们的私密话题讨论,而高潮性愉快,和性生活意向极要求的比照,如同进食,食不果腹没事,重中之重是要美味,下列是完美的恭敬高潮,不能自拔的快乐感受,期待对大家夫妇有一定的协助。 而女士对性生活的体会,一般比一般男性多了层元素,并不但止于在生殖器官上的爽感,更高度重视新的窃合和接近,这种觉得都会头部产生,操纵,因而人的大脑是身体最重要的生殖器官,也在大部分女士的身上充分发挥。 但仍有很多姐妹们在性生活时,人的大脑被外在标准限定,而没法圆满运行,但是还是有很多女士,能享受性快感所产生的性生活欢爱,而绝大多数会引起女性性高潮的区域,有阴地、阴道内道。 自然顺应个体差异还会继续有别的的位置,因而大部分女士的高潮种类为,阴地高潮和阴道高潮,在其中以阴地高潮所产生的麻俗感,最获女士青睐,也较非常容易在手淫时,由于感官的尽心竭力而产生。 此外,阴道高潮的引起,就必须再多一点要素相互配合,阴道高潮的体会地区有,大伙赞叹不已的据点,此外,也有个点,也让一些女士相见恨晚。 这一点便是子宫井口,宫井周边有一个地点,坐落于宫井的钱穹龙,一个凹痕的小小的室内空间,与据点一样,是很多女士和好奇心男士摩拳擦掌,想探索出去的神秘地址,因而宫井高潮也称一点高潮,但到底点存有吗? 试过的人觉得怎样?女人阴道均值长7至12厘米,阴道内后端是宫井。 性生活方式也深深地影响着宫井高潮的产生概率,提及高潮产生,除开人的大脑承担很重要的部分外,除了本质的触碰刺激性,静用具,生殖器官,手指头,也都可以进行触碰。 总而言之,在身体健康情况下,生殖器官与感官的融合大多数就能造成高潮。 下面是有宫井高潮工作经验的女人采访。 性生活时,哪种姿态叫非常容易使宫井位置有感觉? 女上男下自己动,能够调节有感觉的姿态,男传教士体位将我腿抬高,渐渐地深层次的抽擦等,都是有男性生殖器顶道底的快乐。 自然,男性阴京长度也不可以过短,宫井高潮是什么感觉,有没有实际愉快的位置? 我还运用传教士体位,男性一会儿迟缓,一会儿有速率,且有点用力顶道时,会出现明显的快乐,乃至期待另一方猛烈地一直抽拆。 子宫井口的部分最舒适,与阴地高潮,阴道内高潮的感觉,哪一个舒适,有什么不一样? 我认为,宫井高潮与前阴道内,或阴地高潮有很不一样的感觉,是一种考虑,缓解的满足感,无需很大刺激性,还可以享受数次高潮,都不像阴地高潮那类全身上下紧蹦到,释放压力的疲倦感。 尽管阴地高潮很舒服,但太刺激性了,随后在男性生殖器的碰撞下,那类被塞满的感觉会让人回味无穷。 我本人还蛮喜爱这类高潮,实际上,每一个人身体构造不一样,被采访的女性身材比较娇小玲珑,爱人男性生殖器较长,超出女人阴道平均长度很多,所以会有这种高潮出现,因而在性的问题解决时。 提议运用传教士体位,搭配方法训练便能达到,但是后背位仍是点高潮,较非常容易造成的姿势,前提条件是,阴京进入不容易又不是。 前文提及,人的大脑是身体较大的生殖器官,它在接纳性生活感觉时,比如顶到底、撞击、装满等,总会无形之中违性冲动,埋下一个高潮颠覆式创新,因此灵活运用脑的体会,便能开发出过去不曾感受的性愉快。 开展工井高潮时,要注意生殖器官或性用具的,深层次水平、速率、力度,还有润化刺激性不够导致的损害,会影响性愉快的目的。